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和大家看過新聞, 新聞都幾有趣,經常聽到有人說詐騙,關於詐騙的小說也有, 今次說的是我被騙去緬北那些年,作者竟然說因為這個詐騙被人抓了, 我們看看新聞怎說,這個叫阿醉的真名叫張某國,阿醉是他的筆名, 他之前寫出了一部親歷其境的小說,這個名叫做我被騙去緬北那些年, 因為原來他真是在緬北有做過電訊詐騙的違法犯罪活動, 後來他回了大陸,他向警方講述了非法出警的事實, 但隱瞞了他自己做過電訊詐騙的事, 而警方只是對他做出一個非法入境是行政處罰的。 而緬北做電訊詐騙期間,阿醉有一次郭德和被害人同病相連, 通過平台退回被害人部分的金額,被害人最終被騙17676元, 回到大陸後他做網路小說的創作,把自己的親身經歷寫下來, 大陸到他寫到第409章之後是停更了, 後來讀者才知道原來他是因為涉嫌電訊詐騙被警方拘捕了。 而他曾經在自己的小說裏講了很多驚險橋段, 譬如被人帶入原始森林遭遇生死威脅, 同行的人被人打斷腳,手腳被人拿釘釘上木樁, 這一切的橋段原來都是他的親身經歷。 而他作者阿醉曾經在國內安定的生活下, 就參照他自己在緬北的經歷寫出了一個歷險小說, 我被騙去緬北那些年。 但是啦,這個詐騙的事情,東窗事發之後他收到公安機關的傳召。 根據報導所講,阿醉是公安機關說了自己曾經在緬北做詐騙活動的經歷, 同行在小說裏所講的情節是自己真實的見聞和經歷。 本來他把緬北那些灰色黑暗的東西通過小說說出來是好事來的, 因為是可以嚇到不少人,令到他們提高警惕。 但是道德層面來說,他當時剛剛走回去大陸知道自己有犯罪, 但是他沒有說出來,是屬於一個隱瞞犯罪事實。 由於他這個小說亦傳得很厲害的, 理論上來說應該是幫到不少人打消了他做詐騙的念頭。 當然啦,現在他這個事件應該都是公安部門要依法去做一個處理的了, 但是猜不到原來小說是真實事件來的。 好了,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? 下面留言啦,我們下集再見啦,拜拜!